好 但你来看到海岸山脉有熊出没吗 富里香农会契作农陈俊兽 25号巡视永丰山区的水稻田的时候 拍到好像是小黑熊的动物正在偷吃稻米的画面 并且传送给领馆处以及专家来查看 虽然认为是台湾黑熊的几率很高 但是仍然不敢大意 那么在27号的一早实地倒查查看 同时也架设了红外线的摄影机 守株带熊要厘清真相 25号当天巡历查看 位在永丰村山区水稻田的农民陈俊兽 却意外拍下了疑似小黑熊的动物 正在水稻叢中息息觅食 影片转po到脸书上立刻引发热议 海岸山脉居然有熊出没 也引发农政单位的关注 领馆处理专人从画面上来看 虽然认为是台湾黑熊的几率很高 但仍不敢大意 今天一早派计政与专家 在农民陈俊兽的陪同下到场勘查 哪一个是山猪的 怎么分辨啊 有前提是不是 这应该是蛮大只的 勘查过后由于没有发现 台湾黑熊排遗或熊掌印等等相关的踪迹 反倒是看到了山猪的排遗 领馆出计政与专家也变得保守了许多 无法肯定是否真的是黑熊 而和农民陈俊兽 弃作生产有机米的副理香农会 看见陈俊兽的水稻田被野生动物破坏 今年可能没有收成 农会总干十张树华 霸气买下整个稻作 减轻农民损失 而留下来的稻作也提供给 可能是台湾黑熊的动物来吃 所以那个田区那个区块的话 整片的土地我们就是农会 一跟他们保价收购的这个价钱 全部把它包下来 叫它不要收割 我们全面留给我们的台湾一级的保护动物 让它好好在那边享用 虽然目前台湾黑熊的棋地 绝大多数都分布在中央山脉 但领馆处表示 海岸山脉的确也尘是黑熊的棋地 如今又被农民发现 疑似小黑熊的个体 领馆处也不敢大意 也在现场架设红外线摄影机守株带熊 如果被拍到的动物影像确实是台湾黑熊 对于台湾黑熊的分布生态也有重大意义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